哈喽,巧克力现在是未处于汉中 今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 那我今天准备逛逛街 给自己买两套新衣服 因为明天也是我三十大寿的日子 一换就老了 得要有点仪式感 准备准备一点东西 明天自己一个人过一个生日 大家晚上查看了一下 说最适合逛街的地方就是东大街 我现在先看一下衣服和鞋子 必须得背两件了 也不知道这边的物价如何 会不会比我们那边贵 本来想在这里面来找一件好一点的羽绒服 毕竟到东北需要那种厚的 结果那服务员看着我怪怪的 他他他他鞋死我 就是看起来我就是那种只看不会买的 那你既然这样觉得我就不买了吧 气死宝宝了 本来是好的话 再怎么也会拿两件衣服的 扎心了扎心了我天 我是不是应该拿一双这种大头皮鞋呢 虽然很丑 但是他穿着应该很暖和 哈哈哈哈 在这边几条街全部都是灌的 我天 这是我的战利品 再去看看 裤子有点小了 女人灌街是真恐怖 我已经灌到天黑了还在灌 然后这个呢极寒天气窗的 看着有点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能够保暖就好了 就这样吧 我这感觉一到冬天越来越熟 然后我还拿了一件小的 到时候可以穿里面的 好吧 我保证以后在不熟的城市 我一个人再也不会关街了 我现在又不知道我的车放哪里去了 因为白天的景色和晚上的 感觉他这个灯一开整个就变了 不知道哪是哪了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他了 那我以后真的 在不熟的路段 再也不会一个人灌街了 在不熟的城市 不我应该要先发一个自己的定位 然后再去灌街 好吧 一天又结束了 拜拜